昨天他打我那拳 我那种恐慌的心态 那种害怕的 就这几天都睡不好 过两天心情还没有平复 民主党立委麦玉珍再哽咽 因为跟绿立委林淑芬动手扭打 就让党主席柯文哲帮忙发声 理解自家人没有退让 是因为可能加深对新住民好欺负印象 搏着话林淑芬不满在脸书回应 柯文哲是柿子挑软的吃 因为看到小草已变回头草 软弱的男人来打女人出气 更说民众党是制造族群对立 民意代表要博身量 这我是可以理解的 戴清德总统在就职演说里面有讲到 在国业的运作要遵守程序正义 我觉得目前在立法院很多动作都是 不成熟的 没有这边回应是否制造对立 但同样是来自越南的朋友 怎么看 台湾人他他们很礼貌 我觉得很暖 我自觉没有必要 因为毕竟那个是大家 传统上的一些想法 一个冲突各自表述 但在场外引来上外民众抗议 现场物资更是不断涌入 民众党支持着张乔宇高调分享 在现场拿到饼干饮料便当 真的是拿好拿满 好多卧底去吃饭 还说有人骂周怎么没加盐巴呢 不过就引起网友嘲讽 党主席寄生国会 立委寄生国民党支持着寄生民进党 从上到下变成寄生党 因为张乔宇在1月曾秀出党费 早到2025年 很多的题目就不用去回应了 好OK 转头就走 不像科室作风 或许不想让少处支持着行为 烧到自己身上 TVB新闻学家瑞宇轩 台北超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Cantin职费 Cantin职费 Cantin职费